首先講講西醫 西醫認為感冒是因為有病毒入侵人體 人體的免疫系統產生反應 產生白血球去攻打病毒的一個過程 但過程之中會有嚴正性的反應 所以才會有鼻塞 打嗑痴 流鼻水 發燒之類的不舒服 中醫有些不同 中醫認為正氣存內 邪不可干 邪之所臭 其氣必虛 意思即是一個人發不發病 其實最主要都是看正氣強弱的問題 順帶一提 正氣不是等於西醫所講的免疫力 除了自身正氣之外 還要看天時 天時會包括風 寒 暑 濕 濕 燥 火 在他們太厲害時才會侵襲人體 在這時就算人體不虛弱都可以發病 而疾病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即是要判斷是甚麼邪氣侵襲人體 以及機體如何與邪氣作出對抗 人體表現出有甚麼不舒服 只不過是一個表象 很多原因都可以導致有這個結果的發生 例如風寒感冒和風熱感冒 其實都可以出現發燒 我們要透過四診才可以分辨 所謂的四診 即是盲 紋 紋 刺 我們只有透過四診才可以對症下藥 我們就不像西醫一樣 發燒就用退燒藥 咳就用止咳藥 一般來說 我們都不會針對退燒用藥 或者這樣說 發燒只不過是疾病發展肌理的其中一個過程 正如剛剛所說 不同的邪氣都可以引起發燒 所以我們用藥 其實是要針對不同的邪氣 去用不同的藥 譬如寒濕的話 我們就要散寒濕 有風熱我們就要散風熱 散寒濕就可以用一些香蒸汽水 散風熱就可以用一些銀橋散 坊間都會有很多這一類的忠誠藥賣 臨床上都聽到很多病人以為自己發燒 發燒就覺得有熱 所以一定要去清熱 就去吃點銀橋散 蓮花清溫膠囊 我是絕對不建議這樣做的 因為發燒有熱這個看法 雖然原則上是沒錯的 但正如剛剛所說 風寒感冒 因為寒氣困住氧氣 而化火都可以出現到發燒 所以治療方案就應該要散走寒氣 就可以處理到發燒的問題 另外就是吃完這類治療感冒藥之後 我們都會想患者去出汗 這個過程我們就叫做解表 但出汗就不是說出得越多就越好 微微地出汗就可以了 而且要注意 出汗後要喝乾的汗 不然就很容易再攝傷 還有就是就算康復一個星期之內 都不要亂吃東西 特別是肥膩食物 煎炸食物 辣食物 避免出現食服 即是說魚邪未清的情況下 但有一些附胃的食物被邪氣黏著 這樣就會發展成另一個新病 手尾都會長一點 我臨床上最常聽到的問題就是吃甚麼好 其實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透過吃甚麼去解決 反而首先要問自己 究竟有沒有做好自己的本份 例如說平時有沒有做適當的運動 作息定不定時 會不會說很晚睡 例如過了12時還睡 或是會不會經常吃生懶食 肥膩食 煎炸食 辣食 如果有 先調整好這些生活習慣 因為肆藥就一定有三分毒 即使人心的補氣力很好 但你吃不適合一樣會是毒藥 所以除非調整完生活習慣 都沒有改善體質 我才會建議食補或食療 至於食甚麼好 我就給不到很大的建議 因為始終每個人的體質會有些不同 最理想都是問註冊中醫師 又或者自己看的中醫師 千萬不要自己胡亂食藥 以免食出禍內